与专案的距离 找到一些既有的專案 既有的NGO的行動或政策 來幫助我們達到一個縱效 或者是做出差異 那我們也討論了 專案中會使用到的工具是什麼 讓大家對於會使用到的工具 有一個比較清晰的一個認識 並且也幫助大家 建立起挑選工具的新法 那再來我們最重要就是 也討論了開源專案 商業專案 還有自己的site project等等的東西 那我們在上週的課程之後 最後的練習當中 我們相信我們已經讓大家完成了 這段文字 就是為了要解決什麼 某一個族群遇到了什麼問題的困難 我們的專案呢 會提供某一種解決方式 可以做到怎麼樣的一個目標 那我們的專案跟現有的解決方式 有什麼樣的一個不一樣 因此具有不同的取代性 而且最後一個 我們為了完成這個專案 我們需要運用什麼工具 來達成這樣的目標 但是這個是上一次 我上一個課程裡面提到的部分 在接下來的部分 我們會幫助大家完成這一段 就是在達成的過程當中 會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以及需要什麼樣的一個夥伴 來跟你 要跟我 跟大家一起達成這樣子 好 這就是我們今天這堂課要談論的內容 就是 團隊建立 夥伴關係 與專案永續的部分 團隊建立的部分的話 我們會討論的是 你需要的夥伴是誰 要怎麼樣找到夥伴加入 然後要做好什麼樣的準備 夥伴關係中則會處理到 夥伴關係裡面最常出現的勞役不均 方向不同 或意見不合 然後還有能力不足的狀況 會要怎麼樣去解決 最後 專案永續的部分 我們希望討論的是 專案的一個階段性成果是什麼 那這個專案 有結束的時間嗎 那如果要傳承給一個新的團隊 你應該要怎麼樣去做傳承 好 我們先來進到團隊建立的部分吧 最重要的事情應該是 你要在建立一個團隊之前 你要先思考的事情 就是你要先辨識 你的團隊所需的夥伴是誰 一個團隊所需要的夥伴 我會把它分成這四個不同的類型 所謂的概念者 技術者 管理者 以及發布者 在概念者的部分呢 他基本上來講做的事情就是 提出想法 然後他會抓出一些專案直線上的問題 那他同時也會幫助大家找到方向 那技術者的部分的話 最重要的應該就是提供程式吧 如果是資訊相關的專案的話 那如果是其他跟資訊比較沒有相關的專案的話 譬如說可能就是設計師的角色 或者是提供一些專門技術的角色 如果你想要裝潢你家裡的話 他可能就有牽涉到更多不同的專業 木工啊 泥水啊 等等東西 那或者現在可以幫忙多資料分析 或者他可以幫忙加一個網頁 這個就是技術者的一個角色 管理者的角色 管理者的角色呢 他就是負責排定專案的時程 告訴大家說 欸你什麼時候要完成這件事情 什麼時候又要完成下一件事情 他也負責做協調的溝通 那他也負責安排相關的事物 或者是來做管理的一個部分 接下來就是維持專案的管理 讓專案可以持續運作 最後一個就是發布者 發布者的話 他基本上來講 就是負責對外溝通 對外宣傳 然後負責把專案想要達成的概念去做輸出 那他同時也會回應外在的一些需求 每個專案的發生 每個專案的運作 都會需要仰賴這四種不同的人 跟成員來完成這件事情 但是也不是說 你的專案就一定要有這四個不同的人 原因很簡單 因為每一個人都會有不止一個面向 每個人他可能同時會身兼 技術概念管理跟發布不同的面向 那這個時候你要檢視的概念呢 就是第一個是重疊的範圍 重疊的範圍的話呢 就是你要去檢驗你的工作內容呢 究竟是會不會落在可能兩種或三種 或四種以上的角色的一個狀態 那第二個就是你要去檢視的是 你的專案 你對於你的專案來說 你對於這些角色所扮演的能力 這些角色擁有能力 你的掌握程度到多少 有些人可能是一個同時兼具有概念者 跟技術者的特質的人 但是相較於提出概念 他更常做的是提供一個解決這些問題的 背後的所需要的技術 那他的顏色生產來看的話 他的概念就會比較淡 他的技術的這個層面就比較深 那當然有很多人他是很全能的 譬如說可能就是常常被當作主張那個角色 他感覺是很全能的 還要完成很多事情 那他就會重疊很多很多的 不同的類型 像他可能四個都有重疊到 那這個時候 重疊的須的數量 就是你的多工程度 也因此 我會建議大家試著畫一個圖 把你所需要的團隊成員列出來 以及你自己可以擔當什麼樣的一個角色 也列出來 用顏色深淺跟重疊範圍的一個方式 去幫助你去做相關的判斷 第二個就是你要也要考量的是你的專案規模來做調整 你的專案規模如果越大的話 你每一個層面的工作 譬如說技術或概念或發布或管理 他所需要負擔的工作量就會越大 那這個時候就不會太適合 除非有一些特別的需求啦 不然的話不太適合把你的工作去重疊很多其他的領域 而是選擇一個 可能你可以深耕或是最擅長 或是最有經驗的領域去做深耕 會是一個更好的一個選擇 因為你在這個專案裡面沒有用到某一些技術 不代表你這個技術就會退化 而是他可能只是剛好沒有用上 或者是你剛好不是在那個位置上而已 所以千萬不要就是為了要某一些真實 所以讓自己私事抓著很多工作不放 那這個其實到最後就會變成是你的進行的效率很低落 然後你可能自己也會有很多的情緒 反而造成了一個不畏的一個後損 這也是為什麼就是規模小的團隊呢 你的通常人數會比較少 但規模小的團隊勢必人數會變多的原因 如果沒有用到其他的輔助工具的話 基本上來講 如果你的專案規模越大的話 他就會需要越多的人去負責把這個工作給分擔掉 那當然他會需要更好的一個組織管理的能力 不過因為我們這堂課主要討論論的是一個專案的進行的過程 所以這邊的話不會特別去談到組織管理的部分 而是會著重在如何辨識團隊成員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做一個夥伴辨識的練習 那我們剛剛提到的你要先辨識的是你的團隊需要什麼樣的人 但同時你也要知道的是你想要找專隊成員的時候 你遇到很多的人 那你要怎麼樣辨識他是不是你最適合的夥伴 也就是最符合你的需求的人 所以我們提此機會讓大家用幾分鐘的時間去試著找出以下這四個人 分別屬於剛剛的角色中的哪一種類型 而且要特別注意的事情是 可能有一些人他並不是單純只有一種類型 他可能可以被放在兩種不同類型裡面 大家可以按下暫停鍵 然後花幾分鐘的時間來完成這樣子一個練習 好想必大家剛剛已經花了幾分鐘的時間來完成這樣子的練習了 那我們就來看看吧 首先賈伯斯提出了iPhone、iPod的概念 但是他並不是實際上去完成製作、完成設計的人 基本上設計跟製作都是由他帶領的 或是他旗下的工程師團隊來達成的 他比較大的方都是給予一個概念 給予一個方向讓他的下屬可以去做努力 所以他其實夢想來講是很典型的一個概念者 另外一個就是最近要退休的臉書的 他從Google轉到Facebook 他負責的業務 也就是他幫忙Facebook做的最大的貢獻 就是他確立了用貼文跟演算法 來達成一個新興的一個廣告行銷的模式 那這個是Share Sunbreak 那他最典型的就是管理者 因為他知道要如何排定時程 他知道要如何去處理很多的事情 那他也幫助了像Mark Zuckerberg 他可能是比較偏向技術者或是概念者的層面 那他也幫助他去管理這樣子Facebook的一個龐大的公司 那第三個喜歡王蟲的志祺七七 相信大家不管有沒有看過他的影片 都也聽過這樣子的一個很有名的YouTuber的名字 那他其實就會是概念者跟發布者 為什麼? 因為當初他想要做這個影片的時候 他其實是他提出這樣子的一個概念的 但是呢他同時也是一個更好的一個發布者 就是在顏色生前上來講 他可能更偏向發布者一點 那在發布者的層面上來講 因為他就是負責對外嘛 他去把他團隊寫手傳出的資訊 以他的形象來對外發聲 那用他的口條的方式 去產出一個有說服力的一個說明影片 所以他是一個比較偏向發布者的一個角色 所以他發布者的顏色比較深 那再來最後一個就是以太幣的創造者 Vitalic Buterin 所謂的V神 那他呢同時是以太幣這個概念的創始者 但是他同時也是一個很強的技術者 也因此他才有辦法 藉由星星的這樣子的一個太方的一個協定 去創造出一個新興的虛擬貨幣的類型 所以他是同時是一個很好的概念者 也是一個很好的技術者 那我自己會認為說他們的生前 可能沒有到非常的差異非常的大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先辨識出 你想要尋找的夥伴類型 再來第二個問題就是你要如何找到你的夥伴 找到夥伴的方式大概有三個 那他的層級關係大概會像左邊的這個圓形一樣 就是最內圈是人際連帶 再來中間是社群連結 最外圈是公開發布 你呢會是站在原心的位置 也因此以三種方法對你的距離來說的話 人際連帶是最近的 社群連結是次中的 然後公開發布是最遠的 好那三種方式呢 分別代表了有什麼樣的內容 然後有什麼樣的優勢跟劣勢呢 首先人際連帶 找自己本來就認識的新朋友來加入你的專案 來加入你的組織 那這個的話他就是會有情感基礎的雙面認的問題 就是你自己本來就認識嘛 所以你對他來講就不用太多去釐清他相關的資訊 你不用花太多時間去辨識 他是不是屬於哪一種你所需要的夥伴 那你同時也會更了解他所擅長 以及不擅長的事情 但是這樣子的一個情感基礎的時候 也會產生負面的影響 尤其是當他的工作表現不如預期 或者是你們之間有了衝突的時候 那你們可能就會很難避免的把友情這件事情 放到一個衝突的一個位置上 進而使大家就是友情翻覆 所以所謂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 可能就是這種工作上遇到的一個情境 那當然人際關係一件 因為自己本來就認識嘛 那很多時候就是不只你認識 你的好朋友也認識他 那你的好朋友的好朋友也認識他 所以他會有一些互相影響的部分 所以離你人際連帶最近的這個部分 越近的話 他的相互影響的程度也越高 那也會進而使你比較難去 聚焦在工作這個議題上 因為一邊會受到情感的影響 那再來社群連結的部分 社群連結的部分其實蠻廣的 就是不管你是透過一個社團 比如學校的社團 或者是你自己在外參加的社群 或者是你參加的一些什麼游泳隊之類的 一些你在學校以外參加的一個社群 或者是一些團體 譬如說基督教的團體 或者是你的老師協助你來找人 這種他人人際的力量 都可以算是一種社群連結 他某某按鈕是一個 間諜的人際連帶的一個概念 那他所產生的影響就是 因為你跟他的關係沒有到那麼的熟人 所以你在磨合上需要花一點時間 你要去了解他相關的資訊 你要了解他的底細 你要知道他擅長什麼不擅長什麼 就會花掉比較多的時間 但是他相對來說帶來的好處就是 你不太會有人際關係帶來的影響 因為他跟你本來就不認識 當然他如果成為夥伴 然後可能進一步發展的話 可能會變成友誼甚至感情的關係 但是就是相對來說 在初期的狀況底下 他就比較不會有人際關係帶來的影響 那他同時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信任基礎 但就是這個信任基礎 也是要花時間去培養的 這個是社群連結的部分 再最後一個就是公開發布 藉由公開資訊來取得支持 不管是在社群平台裡面做公開發布 或是在社群媒體上做公開發布 或是在104的這種偵採網站上 傳統上來說來做公開發布 這種公開發布來找到夥伴的方式 其實也是蠻常見的 那他的好處就是 因為他離任基很遠嘛 所以基本上你們完全不會認識 那如果認識的話就是巧合 但是相對來說他也可以幫助你找到一些 你以前可能不太會找到的人 或是你的人際連帶裡面剛好缺乏的人 譬如說就很像是你走進高中之後 你以前認識的國中好朋友走到另外一間高中去的話 你可能之間就不太會聯繫了 或者是你之間你就不太容易接觸得到另外一所高中的人脈 那公開發布的話就比較能夠去 克服這樣子的一個隔閡 或克服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但是相對來說 因為你們之間沒有聯繫 或完全沒有任何信任 然後也沒有一個依靠 因為如果是社群連結的話 你還可以依靠他人的 作為一個類似扭帶 或是作為一個羈絆的一個氣勢點 但是在公開發布的時候 你們通常是完全是零 從零開始建立彼此的關係 那這樣的話他的建立信任會更花時間 然後在討論上來講 因為隔行隔山啊 或者是不同專業的互動的關係 所以他的討論會比較容易發散 這些都是要特別去衡量跟考慮的 也就是說找到夥伴的方式 並沒有一定的方法 而是要依照你自己最適合的一個方式 去選擇不同的方式 來達成你要達到夥伴的目標 最後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你想要找到夥伴的話 第一步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認知到你自己不一定會有夥伴 你感興趣的事情 別人不一定會感興趣 你想要做的事情 可能跟別人不太一樣 如果你想要找到夥伴的話 你自己要先有一個足夠的熱情 來支撐 甚至讓別人看到你的熱情 你才能夠吸引別人 加入你的專案 吸引別人加入你正在做的事情 而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專案其實不一定需要夥伴才能夠達成 它其實是你也可以自己達成 只是規模來說就比較小而已 所以找到夥伴比較像是 你想要依靠找到夥伴的力量 去擴大你專案的影響力 然後你要依靠你夥伴的力量 所以你當然要對夥伴保持的尊重跟感謝 這些都是要特別注意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會請大家把你剛剛寫的那張紙拿出來 並且我們現在先來完成夥伴的空格 那把下面這一段加上去就是身為什麼什麼者的我 那當然這個者可能是可以複數的 但是請你把你覺得顏色最深 你自己最擅長的那個位置標出來 那我覺得在達成的過程當中 我需要什麼夥伴來跟你一起達成 那如果你的夥伴能夠寫得越具體的話 你之後再找尋人加入你的專案的時候 也會更加的容易 現在就花幾分鐘的時間來練習看看吧 好想必大家都已經花幾分鐘的時間來練習了 那我們接下來進到下一步 就是找到夥伴了 下一步就是要經營跟夥伴的關係 經營跟夥伴的關係 我目前預料三個比較主要的問題 就是勞益不均 方向不同 跟人力不足 在我們切入課程開始前 我們想要先讓大家思考一個比較常見的情境 如果你的夥伴加入你的專案之後 態度很消極 訊息常常沒有讀 討論也不常參加 怎麼辦呢 大家可以花幾分鐘的時間思考一下 那思考一下之後 我們大家可以有答案也可以沒有答案沒關係 我們就先進到我們的內容 勞益不均其實是非常常見的組織上的一個問題 那基本上來講他很難完全的預防啦 大部分只能夠透過事前準備跟事後補救的方式 去克服這樣子的困難 那當然如果你跟你夥伴之間的信念基礎足夠的話 你們自然而然就會透過這樣的一個信念基礎去知道說 我要怎麼樣去達到一個尊重 或者是達到一個比較不會失去友誼的一個狀況 所以他就會自然而然克服這樣的一個問題 但是在專案裡面 有的時候你跟你的夥伴成員 是沒有這樣子的一個信念基礎的 所以就會出現勞役不均的情況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還是要先了解夥伴的專長 了解他的弱項 以及了解他想要達成的事情 也就是他的慾望跟目標 這個是我那時候在當法律系系學會學術部長的時候 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讓所有新進的部員都來跟我做一個相談 我們叫做部長相談室 那我那時候在這個相談室裡面 我就是試圖的用一些問題去瞭解這些新進的部員 他們當初為什麼要加入系學會 為什麼要加入學術部 他們想在學術部裡面達成什麼事情 瞭解他們的工作特性 同時為創造一個事前管控的一個過程 藉由你對夥伴的瞭解 避免你之後工作分配的時候 出現了跟夥伴的志向 跟夥伴的專長弱項不相符的一個情況 然後導致出現勞役不均的情形 因為他如果不會做的話 你不管怎麼催他都不會做 所以接下來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創造一個勇於提出的環境 讓大家可以發洩他心中的情緒 或者是提出一些可以討論可以解決的事情 那不管怎麼說勞役不均他會帶來的很重要的主觀感受 就是他怎麼做這麼少 我怎麼做這麼多 這種不公平的剝奪感 那對於那些看起來很閑很閑的人來說 他可能心中也會有一種罪惡感 所以雙方都會有主觀情緒上的感受 那這個主觀感受還是會需要出口 那這個出口不一定是要在團隊內部的會議上抒發 可能是給予大家一個可以在私領域抒發的一個空間 譬如說社群媒體上 那團隊內部的話 最重要就是用透過溝通的方式 來幫助減少資訊落差 其實就是在事後盡可能的創造一個可以讓大家溝通的環境 來減少這樣的一個資訊落差 那再來最重要就是要創造一個適當的補償方案 譬如說讓大家一起討論說 我們工作要怎麼分配會比較好 或者是你如果前面已經分配了夠多的工作 那接下來是不是由其他的比較少工作的人來分配 或承擔相關的工作呢 這個就是適當的補償方案 也可以幫助解決到一部君所帶來的 情緒上的一個不平衡的感覺 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有些人有些組織他可能就直接創造一個新的工作 像我之前聽志祺七七的訪談的時候 他就講到說 當時為什麼開始說志祺七七的原因是因為 他自己創辦的簡訊設計的 他以設計資訊為主的公司 志祺其實是最沒有設計專長 或者是他那時候很徬徨的是 他自己其實沒有幫上什麼貢獻 他後來就決定說那我就來拍影片 然後來幫公司來做一點貢獻 所以創造一個新的工作 新的事情來做讓夥伴來完成 那可能也是一個解決勞益不均的方式 接下來如果遇到意見不合的情況要怎麼解決呢 這件事情其實也是很常見的 那最簡單的一個事前的預防針 就是你要去了解你的夥伴的需求跟個性 那意見不合的話 基本上來講就還是要靠溝通來解決 那還有靠治理機制的建立來解決 那其中在溝通的實況下來講 就會有一個問題是 你要如何去經營夥伴關係 有些老闆會覺得說 我把我員工當家人 所以他會很希望大家可以在正式的工作之外 也會有一些比較軟性的活動 是大家一起參與的 譬如說遊玩啊一起吃飯啊等等的 但是對於一些員工來說 或者是對於一些夥伴來說 這件事情反而是侵害到他原本的生活節奏 所以這件事情還是要看 夥伴的需求跟個性 來做一個最適當的調整 有些人可能很喜歡這樣子 就是跟組長跟坑主一起瘋很棒 或者是跟夥伴傳隊成員一起瘋很棒 但有些人會覺得說 可是我其實在這個專案之外 我還有自己的生活要過 那我不希望說這個專案的團隊成員 也要用這樣的活動來達到我的生活 這樣子 所以專案之外的互動是否有必要 應該是要從了解夥伴的需求跟個性之下 而有不同的想像 當然開源專案相較於一個商業公司的職位 他的參與者來說母鈴說是更自由的 大家也會希望在一個更沒有壓力 或是更輕鬆的一個狀態下 去完成一個創舉或成就 但是相對來說還是要考量到 有一些人他其實是有分很開的需求的啦 那所以這個部分就是要看各位坑主們 要如何去調配這樣子的一個需求跟個性 那比起這個東西更重要的可能是建立一個治理機制 簡單來說治理機制就是一個遊戲規則 那遊戲規則的概念就是你要先說清楚 然後你要照著它來做 你不能夠沒有說清楚 然後又不照著它來走 這一點就是大忌 所以基本上治理機制沒有一個最好的方式 基本上就是看你的專案的內容來做決定 還有規模來做決定 如果團隊小的話 最簡單就是用共識的一個方式 讓團隊內所有的人都可以參與發言 取得一個共識之後 我們再用這個共識去推行 如果你有一個跟大家不太一樣的想法的話 那你就要去負責去說服大家 因為那就是你要推行的一個責任 那也有用投票的方式 那投票的話就有很多案發啦 最簡單就是簡單多數決嘛 那當然也有特別的投票的機制 那這個就是在譬如說公司啊 或者是一些比較階層化的譬如政治場域就比較常見 所以就成績化 有些用共識 有些用投票混搭著用都可以 這部分還是要回歸到你的專案的內容 跟規模來做選擇跟決定 最後一個 如果你的能力不足應該要如何示好呢 能力不足克服的一個方式大概有三個方向 第一個就是從團隊 團隊來說的話就如同我剛剛講到的 辨識出能力不足的是哪一個環節 然後還是往外找人找適合的人 那從自己來看的話 就是你要想辦法讓自己成長到一個 能夠去符合你專案所需的一個規模 或專案所需的一個能力的形狀 就是讓自己增能 那如果從專案本身來說的話 如果團隊跟自己都沒有那個餘力去擴張的話 或增能的話 所以下下策就是就不要做這麼大嘛 就如同我一開始所說的 專案的內容不一定要非常的遠大 有的時候 身妥協取的一個階段性的目標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所以能力不足的時候 大概就會有以下這三種解決方式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的練習是所謂的 正向溝通練習 基本上來講 就是要讓你能夠去試著說明自己 跟你的團隊成員做溝通 那我覺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正向溝通練習 他所要做到的就是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要能夠表達出 你希望了解這個夥伴的個人處境 第二個是 你希望你能夠明白的講出 你需要解決的問題 而且要記住的事情是 這個問題不是對人 是對事情 對於你想要解決的一個特定的事情 那第三個是 你要表達出 你能夠協助的意願 我相信 願意參與專案 尤其是開源專案的人 基本上來講 都是對於專案 抱持了一定程度的熱情的 只是剛好這個熱情被消磨掉 或者是這個熱情呢 可能遇到了一些阻礙 譬如說他的家人 譬如說其他的外物等等的 所以用這樣子的一個方法 就可以讓大家去投入 這樣子的一個正向溝通 讓大家可以不會因為 專案的過程當中發生的衝突 而導致夥伴間的關係破裂 所以把這樣子的一個正向溝通的練習 套入到 剛剛請大家思考的問題的話 就可以請大家思考一下 在剛剛那個情狀裡面 如何跟他確認相關的資訊 可以暫停一下 然後自己寫一段話 用正向溝通練習的這個三個要點 把他寫一段話寫下來 這樣子 好 大家已經寫好了 那寫好之後呢 我們就要進到我們第二堂課 最後一個部分 也就是專案永續的部分 那專案永續的部分的話 我們要問的問題 大概有三個 第一個是專案的階段性成果是什麼 這個專案有結束的時間嗎 以及如果要傳承給一個新的團隊 你會怎麼做 這三個問題請大家先記在心中 那我們接下來會進到一個思考練習 請大家花幾分鐘的時間 思考一下 如果專案開始執行之後 發現這個專案的積極參與者 開始減少 專案的進度開始停滯不前 作為專案的負責人 也就是坑主 你會怎麼做呢 請大家按下暫停 然後花幾分鐘的時間 思考一下 相信大家都已經思考過了 這邊想到的可能大家會出院的解方 就是要嘛就是逐漸把自己淡出這個專案 或者找到新的人來接手 或者是把比較積極的人 可能會找出大家出來 我們來開個會 來溝通一下 那有些人可能會形容 比較軟性的溝通方式 約大家出來吃飯 出來喝酒 然後順便來做 這樣子比較軟性的溝通討論 那有些人可能是一個 比較孤高自立的人 他可能就會覺得說 其實我這個專案 本身是我發起的 那如果大家夥伴 沒有想要參與的話 我自己一個人也是想要把它完成 那就是自己單幹 也是沒有問題的 那簡單來說 這個就會面臨到 剛剛提到的專案 如何永續的一個過程 基本上不論是基於一個實際的理由 還是基於一個不實際的理由 大家加入專案都會是基於某一個理由 不管是民生前履歷這種比較實際的事情 或者是基於夥伴關係 基於情緒 基於快樂 基於學習到東西 這種興奮感 這些比較不是不實際 而是比較沒有那麼現實的理由 等等的 但是要承認的事情是 直接一開始加入的理由 所帶來的熱情 它其實是會被消耗的 所以你在專案進行的過程當中 大家在專案進行的過程當中 都需要去反覆確認自己的目標跟方向 反覆確認說 這個目標是不是過於遠大 或者是過於狹小 過於遠大的話 那就要調整一下 過於狹小的話 也要調整一下 讓大家的熱情 跟消耗程度 可以不會無法支撐到目標達成的時候 那還有另外一些技巧 就是所謂的專案管理 利用專案管理的方式 來養成整個團隊定期投入的習慣跟文化 這其實對於經營專案來說 非常的重要 那如果想要達成遠大的目標的話 專案管理幾乎是必修的 那其實專案管理的方法 市面上有非常多的資訊 那因為我們今天的課程呢 主要是希望幫助大家 建立起基本的概念 礙於時間因素 我們就不會特別細的去講 各種專案管理的方式 我希望讓大家 用記住這樣的一個概念 然後在遇到問題的時候 去搜尋相關的資訊 找到一個最適合的解決方法 那專案管理 其實要解決就是這個 拖沓的問題 專案的時程 隨著時間進展 拖沓的情形會越來越嚴重 原因是因為前期產作的效能跟效率 通常來說是最高的 因為那時候的熱情 是還沒有被消磨掉的 然後那時候 其實還有很多想做的事情 跟想要處理的事 然後找到的新的資訊 會帶來給你新的刺激 令人讓你越來越投入這個專案 但是如果到中期的話 要持續維持的話 就會需要個人的熱情的持續投入 及夥伴的支持 最好的情況就是 一直有新的夥伴加入 讓這個團隊的成員跟氣氛 一直是保持一個比較新鮮的狀態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 大家也要能夠維持住一個定期投入的習慣 讓大家能夠意識到說 這個專案其實是一個要完成的事情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真的拖塔的很嚴重 或者是 如果真的已經完成了一些階段性目標的話 那該結束就自然結束就好 不用有任何壓力 記住不用有任何壓力 因為這些專案 不管執行到何種程度 不管有沒有達成階段性目標 你只要有開啟一個專案 並且為此投入時間跟心力 這些成果就不會完全消失 它會累積在那邊 所以最重要的事情是 專案要如何收尾呢? 一般來說 開源的專案 就像G0V0市政府所提出來的這種專案 它並不會有一個正式的結束時間 它只會像是恒星死去一樣 逐漸的趨於層級 但是這些資料 其實都會保存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不管是HackMD的開源平台 或者是大家各自的文件夾裡面 這些資訊都會被保留在這邊 那收尾其實很多時候是由專案的參與者 自己來定義的 如果大家真的沒有太多的熱情去支撐 整個更遠大的目標的話 那就是把它資料收集完 發布完整理完之後 這個專案的過程 其實就會運作的差不多了 而這些累積的 不管是你從專案本身獲得的經驗 或者是專案本身產出的資訊 累積的成果 這些內容都會在之後 意想不到的回饋 就好像臨時政府 今年邁入10周年 我們在這10周年的時間 其實還是會有很多的時候 會去翻臨時政府早期的一些專案 這些專案雖然他們這個時候 已經沒有在任何的運作 或者是只有定期的管理跟保養而已 但是他所收集到的資訊 還是會對後面的專案 產生一定程度的價值 就如同我剛剛前面提到的 既有的專案 會給後續的專案 帶來更多的參考價值 並且幫助他們辨析 專案的方向 所以他其實會給予後續的專案 乃至於你自己 作為專案的參與者而言 更多意想不到的回饋 所以其實要做的很簡單 就是盤點溝通 收集成果 把資料整理好 讓他成為一個結晶 那這個結晶呢 不一定會在結晶完成的時候 就馬上開始閃亮 還有的時候可能要等到10年 甚至20年 甚至30年的時間 他才會發出他自己的光芒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今天來做的最後一塊拼圖 最後一個練習就是 我希望大家花一點點時間 把自己想要解決的問題寫下來 然後把你在達成的過程當中 會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記錄下來 並且記錄下來一個 你最基本想要達到的階段性目標 最重要的就是這個階段性目標 因為你要讓你自己 能夠去有一個可以異循的方向 也能夠讓自己在收尾的時候 能夠好好的對自己說出辛苦了 你做得很棒這樣子 好 那大家可以花幾分鐘的時間 來完成練習 我相信大家已經花了幾分鐘的時間 來完成這樣子一個練習了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的總結了 我們從上一次的課程到這一次的課程 我們完成了非常長的一個段落 為了解決使用者族群遇到的困難 我們的專案提供了某種解決方式 可以做到如何解決什麼什麼樣的問題 那我的專案跟現有的解決方式 有什麼樣的一個差異 而且因此具有不得取代性 為了完成這個專案 我們需要運用什麼樣的工具來達成目標 並且我們也釐清了我身為什麼樣的一個角色 在達成的過程當中 需要有什麼樣的角色的夥伴 來跟我一起達成 並且我覺得在達成的過程當中 會遇到什麼樣的一個困難 而就算遇到這些困難 我想要達成的一個階段性 目標是什麼 我覺得如果你能夠寫出這一段的話 然後開始你的專案的話 你就是已經把成功的三分之一拿到手了 那剩下的三分之二 當然就是要靠你們自己去找到夥伴 或者自己的熱情去投入 來完成跟維繫 而這段三分之二的實踐的過程當中 他所帶來的成果 經常是不可限量 而且難以估計的 希望大家都能夠享受這樣子自己開啟 並且維持投入一個專案的過程 那我最後想要告訴大家就是 我們跟專案的距離其實很近 只要能夠找到轉動專案的核心 利用工具 找到夥伴為夥伴 然後持續下去 這些東西真的沒有這麼難 我是Peter 非常感謝大家 聽完兩節的 我們與專案的距離的課程 謝謝大家 我們的課程待半告一段囉 也好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甚麼我 你不見 是誰 你不見 你不見 你不見